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校城這邊是有個大學生被綁架的案子 那是怎樣 對 他當時中部有一個大學生 他後來突然間就失蹤了 失蹤因為他家境還算不錯 那沒多久之後他家裡面就接到電話 就綁匪的電話 就說你現在目前被我們綁架 然後要七百萬的那個贖金這樣 然後講完之後 那個對方就把他掛斷了 那他也警告就是這個大學生的父母 請你不要報案 通常那個時候的話都慌了 可是還是跟警察講 因為畢竟還是相信警方吧 所以那時候警方的時候 就馬上組成一個專業小組 當年那個時候的話 我們對於所謂的綁架的黃金的小時 是七十二個小時 現在變四十八 就要稍微提前了 七十二個小時 也就是說三天內的話 如果沒有找到人的話 那個不妙了 就不妙了這樣 結果三天過了 沒有找到下落 他們一樣想要急遇找到綁匪 結果過了一個禮拜之後的話有沒有 又沒找到 其實那個專業小組就已經知道說 因為綁匪不會去養一個綁 養一個人去養七天嘛 他要吃喝拉撒睡嘛 對不對 當時我就想說不妙了 這個應該是可能 胸多吉少了這樣子 對 後來之後的話有沒有 又接到綁匪的電話 還仍然就是說 就在談就說 起完家屬在那邊 就故意拖時間 拖時間的目的是要讓警方能夠去鎖定 他那個打電話的那個公共電話 那個位置這樣 後來他們也是調了那個監視器的時候 一看 不看還好一看 這個有個 那個身形那個樣子 很熟 可是呢 但是因為當年的那個 那個監視器的畫素 畫質並不好 大概就是照那個輪廓那個樣子 結果那個輪廓是什麼 是這個大學生在學校的一個體育老師 他是個體育老師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想說 好 不管怎麼樣 就先跟看看 就是當時他們警方這邊就派 派人就去跟這樣 就沒想到這個事情 就過了大概差不多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的話 其實說真的 那個家屬那時候 心裡面還有一絲希望 但是心裡面應該有底了 大概知道就這樣 結果他們那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在準備 就是一些的後事 這樣子的一些情況 但是你至少要找到屍體 對不對 結果警察在跟他的時候 就竟然出現了另外一個意外 什麼意外呢 這個體育老師 開車到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莫名其妙自己 就去撞到那個芬哥島 就死了 沒有故意 不是故意這樣走 你看有些人他會故意這樣 放那盤一盤 砰 這樣下去 不是 就是整個車子就突然間這樣打滑 當天也沒有下雨 有沒有後面被車追撞 有沒有什麼樣的情況 自己就是去撞了那個芬哥島 就旋轉之後 這樣整個撇過去之後 那個老師有沒有 當下那個車子 整個全部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撞擊 前面的車前 車前部會揪扁掉 等於說那個老師算慘死 被夾死在車子裡面 跟到後面的那個 那個警方的傷害人員 看完就整個嚇壞 他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們後來去看了 因為他們也有一個監視器看 的確沒有那種 就是很奇怪 那個車子莫名其妙 就啪一下就 啪啪 就完蛋了 完蛋之後的話 那完蛋了 那怎麼辦呢 感覺起來應該是就是 這個綁匪應該是 這個所謂的單人犯案 就是說他們也想找共犯或怎麼樣 但是因為這個當時已經死亡了 死亡之後的話 那他認為就是說 當時那個警察就說那時候有報議 後來之後 他們也有去試過很多不同的房間 求助一些什麼 宗教界的人士 包括那個林美有沒有 那林美第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孩子已經不在了 當下就是說 失蹤那一天的時候 那個感應的 失蹤那一天的時候 這個孩子就不在了 當下就被撕票了 這樣 但是遺體在哪裡 他們曾經鎖定在一個方向 結果警方去收到半天之後 沒收到 那怎麼辦呢 那家屬其實 其實裡面還是已經接受了 那比較讓家屬比較難過的是什麼 就是當你這個人 他失蹤了這樣子 七年之後法院會宣告 七年之後就宣告就是 這個人已經死亡 一直沒有出現 所以家屬承受 第二次的一個傷害 所以後來也都沒有找到 至今都沒有找到 都沒有找到 好特別 好 那再請教一下余道長 余公你前幾年有去做一個 凶宅的敬宅法事 那個那個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敬宅法事很特別 會會跟大家講的 我自己也記很深 就是一般敬宅 就是有人在這個房子裡面自殺 傷吊 燒炭什麼之類 就可能真的就可能也有冤魂 或什麼的在這個房子裡面 通常這個都很好解決 他的發生也都 就像感冒會有的基本症狀 那都很正常一樣 但這個房子 那時候我們足足進宅錢 花了大概將近快要兩年 這間房子搞了兩年 我們才知道原來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他是這樣子 他確實有一個老闆 之前在這間這一個店面做賣麵的 這個麵店老闆 他在這間店面裡面自殺 自殺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麵店的老闆有一個女兒 麵店老闆有一個女兒 在學校裡面 不知道是網路上還是怎麼樣 不曉得 他被可能出去玩或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被性侵了 被幾個男生 不是只有一個而已 一群男生性侵了 可能去唱歌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原本這個麵店老闆 自己是不知道的 這個小女生就是等於說 自己不敢講獨自承受 直到這個女生發現 他好像大肚子 才敢講 講了之後當然 因為又單親 然後爸爸一時之間 你知道第一個的反應 一定也是罵 不可能會有辦法 接受這樣的事情 就但也是去解決 各項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女生可能因為 因為他要去承受這個 被這麼多人性侵的這個心理壓力 再加上又大肚子 再加上爸爸又這樣 種種的情況之下 他這個女兒就在聖誕節 那一年的聖誕節那一天 自殺 好 這樣子就算了 結果 我講回來 這一間麵店的 就是現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當初會找我們去 而且還搞了兩年的原因是 每一個租這間店面的人 開店做生意的 都開不到一年 但是生意都會很好 生意都會很好 可是開店的店主 家裡面的小孩 或者他自己本身 一定會出現很奇怪 時不時會好像失憶 或者是那種精神錯亂 幻聽 各式各樣之類的 講回來 剛才我們 我們講的這個案件 這個麵店老闆的女兒死掉之後 就要告嘛 你這個等於說捅破窗子了 我也豁出去了 就沒想到這麵店老闆在告人 在訴訟的這個時候 有抓到有幾個男同學 性侵他女兒的 其中一個男同學 竟然是他二十多年前 他高中畢業 從南部上來臺北之前 他也給人家去捅他的祝福 好可怕 好可怕 這個麵店老闆二十多年前 其實也犯下了這樣子 一樣的 他去強暴別人 在外面生了一個小孩 他已經往生了 怎麼會又抱出來 他們應該是說說 後來來找我們的人 這就是 所以我自己也 這一個兄宅的這個事情 也很奇怪 就是這樣子 這個麵店老闆呢 他 我把他講完 這麵店老闆呢 他二十多年前 從南部要上來臺北的時候 反正就是一個因緣際會 他就拱了他的鄰居的小孩 等於跟他一起的鄰居就對了 拱完之後他就跑嘛 對 不要讓他發現 那那個年代 你鄉下地方 民風淳樸可能也那個 他也就沒在意你知道嗎 沒放在心上 直至他自己都忘記這件事情 對 所以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 直到他發現 綜合以上之後 他發現 因為一定是在告的時候 人有出現嘛 對方的家長什麼有出現 才拱了這件事情 原來其中一個男同學 就是他當年勇的那個女生 生下的那一個 那也是他的孩子啊 對 那也算他的孩子 所以他才會沒辦法接受 所以這個面殿老闆才會 才會自殺 就在這一個店面 他女兒自殺 他面殿老闆後來也自殺 後來也自殺 他女兒是上吊在這一個 就是說面殿的後巷 後巷的那個路燈的電線桿上面 對 所以這一間房子 他沒有法定兇宅 他不是吊在這個房子裡面 這個老闆也不是吊在這個房子 他不能吊哪裡 這個老闆是他那個他們的側門 側門那條道路 有那個進貨什麼下貨什麼之類那種的 他在那一個路上 在車子裡面引汽車廢機 死在那車子 所以這一間房子 為什麼我們搞了兩年 就是這樣子 你怎麼樣子去進宅 去做法師什麼 這都不知道 後來是透過里長 當然也透過一些宗教的手段 才知道說拼拼臭臭 拼拼臭臭兩年 那只是生意不好 為什麼 他生意很好 所以幾千都生意很好 這個麵店老闆 他們家的生意也很好 後來這一個店面 都開不到一年 租什麼賣什麼都開不到一年 但生意都很好 生意很好幹嘛賣不到一年 這個只要你 假設我今天我去租 他們有講過一個 有一個有租過的 也有來 就是因為他就搬到旁邊 一點點而已 那賣什麼 賣那個雨傘的 你知道賣雨傘那種 你要開一個店面賣雨傘 這種東西就是 生意不太好 什麼時候人家去買一把雨傘 他賣超好 他租那間店面的時候 他自己講 他租那間店面的時候 在他們老家的地方 鄉下的地方 幫他媽把那個附近的那種 以前那種商業那種的 還做三層樓的老家 就因為在租這間店面賣雨傘 生意超好 但是他就是會 他只要一進到店裡面 他就會脾氣異常 好像暴躁 然後會忘記他前幾天 做過什麼事情 忘記他叫了多少貨 會有突然廠商 就是送兩三箱貨 然後他根本沒有印象有叫 可是叫貨單什麼之類 你知道做生意沒有那麼的 就叫貨單那些一定都是你打電話來 通話紀錄那些都有 所以這一個是我印象中很深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有 因果報應的話 這個算是我印象最深的 算說他跟人家強報 那生的孩子又來強報 他的女兒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